王世坚被媒体误报 喊支持陈时中票投黄珊珊 王世坚今天下午出面澄清 她也说自己的确是被网军攻击 对此黄珊珊晚间在脸书发言回应 她说认为这是一场误会所酿成的风暴 对王世坚本人服务处甚至是家人的骚扰 事态已经是完全失控 呼吁政治不能够逾越人性 晚间最新消息 而特别市议员许小夕召开记者会再次提报 民进党阴系黑白共治 是由黑道背景的总统府前国策顾问黄成国 透过民进党不同的派系议员 介入北市府的都更案 全中宗教后援会黄成国总策划 全中的农业后援会黄成国来力挺 全中竞选活动黄成国也站在旁边 这位英系大将挺中不留一力 拆照市政府已经发下来的拆照 像变模式一样在拆除的前夕一天喊停 连蔡壁如都公开说 黄成国有介入台北市的都更案 所以就直接戳破了黄成国的说法 他说他八年来没有关系一个人士 没有关系任何一个案子 可是你透过议员去施压 徐晓鑫执疑说黄成国靠着绿营议员 进入都更案 甚至还三度进入了中泰花园住宅大厦都更拆除案 他也点名当时在场的还有这些人 109年6月16号 黄成国有没有在重庆南那个大楼 与当事人谈论过本案 110年8月 刘若仁 有没有跟这三位蔡启方 周成跟林先生谈论过本案 黄成国否认说 从来没有关说过任何一件事情 但谁小心要问 这个令营的新黑金政治共生体制 难道成了民进党权力一把抓捷径 打着反黑金诉求民进党 让过去参与党外民主运动前辈 台湾市长候选人郑宝钦看不下去 早年加入民进党是因为反对威权 现金退党 仍是因为反对威权 民进党能够执政 是因为打破国民党的黑金政治 黑道治国 今天民进党重蹈覆辙 那未来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苦难 我们的警察申签 不应该用黑道来指定 不应该用黑道来协商 如果民进党还沉沦在这个上面 我相信未来百姓会用选票唾弃他 从多张页页图接连曝光 到警戒跟民进党高层纠葛不清 蔡英文执政下反黑金跟抗中 到底讲给谁听 解释温现在有推广报道 民众党新竹序长候选人高宏安 涉嫌诈离助理费的风暴 今天再次被李宇英给炮击 立委何志伟提报 说整个案情的关键男主角 也就是高宏安的男友助理李中庭 在事件爆发之后 火速买机票出国 让何志伟质疑是不是畏罪潜逃 对此高宏安办公室回应 这是假消息 这里让何志伟更怒呛说 那么就请李中庭马上现身 而另外民众党团 现在也被自家的前助理给指控 说五位民众党的立委 都有人头助理 就让党团气得要提高 高宏安诈离助理费风暴 关键主角男友助理李中庭 被绿营踢爆出国去了 这个爆料让柯文哲很不满 高宏安办公室也出面驳斥 何志伟说李中庭人在国外 是假消息 没想到有争议的不止高宏安 高宏安前助理上政论节目爆料 民众党每个立委办公室 都有人头助理和回征的状况 而且一次是柯文哲下令的 气得民众党团按铃提告 接二连三的爆料 从高宏安一路到整个党团 助理费风暴 恐怕成了压垮民众党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压垮民众党 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柯文哲 只有柯文哲压得寡 他自己的民众党 一连串的争议 也让柯文哲在视讯直播上 突然对高宏安真情流露 让高宏安措手不及 纵使语气流露不舍 争取风暴 民众党自家人当起吹哨者爆料 可没因为柯主席的关爱眼神 就此平息 谢谢孝顺 陈佑台北报道 请上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光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 散江 整体 1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